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宣布,使用共同标志上阵大选,不包括这两个地方。 岛屿、沙巴和沙拉越可继续使用行动党党会上阵大选,不受影响,至于行动党或希望联盟会使用什么标志上阵,这将会由习盟主席敦马哈迪明日在柔佛公布。 资料图,吉隆坡五日训,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宣布,该党一决使用共同标志上阵来届全国大选,但不包括沙巴和沙拉越。 他说,这是该党首次放弃使用行动党党会上阵大选,且这也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。 但按照,沙巴和沙拉越可继续使用行动党党会上阵大选,不受影响,至于行动党或希望联盟会使用什么标志上阵,这将会由习盟主席敦马哈迪明日在柔佛公布。 林冠英今日在国会媒体视照开记者会时,如是指出。 他说,沙巴和沙拉越没有使用共同标志,是因为该党尊重这两个州属的自治权。 公正党旗帜 行动党旗帜 寻集该项决定会否对支持者产生影响,林冠英坦言确实有产生一些影响,但在对磊国阵时,一对一上阵策略和使用共同标志很重要。 言深阅读,明日公布。西蒙选定统一竞选标志。不成五日讯,希望联盟已经选定了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中使用的统一竞选标志,并将于明天公布。 西蒙主席敦马哈迪表示,他将于明天在柔佛巴西古当的一场大集会上,公布西蒙的统一竞选标志。 他今天主持西蒙主席理事会紧急会议后说,我们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,诚如我之前所说,我们将会使用统一的标志,而目前我们已经决定好了。 我们是一体的,没有人可以分裂我们。 他补充,西蒙已经有了应对计划,面对西蒙注册为联盟的申请遭拒,或是土著团结党面临解散的情况。 据悉,西蒙将在来界大选以人民公正党的旗帜上阵。 马哈迪邀请公众出席明天在巴西古当达利亚花园,Pamandilia,举行了集会。 西蒙希望能吸引一万至一万五千人出席。 也是土团党主席的马哈迪表示,西蒙召开紧急会会议,因为国阵政府将会随时解散国会。 另一方面,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说,行动党同意来界大选在大马半岛采用统一标志上阵,明天将由马哈迪宣布采用哪个政党标志。 行动党副财政尼克敏则表示,行动党不排除在来界大选忍痛放弃火箭机制,与西蒙成员党统一用公正党的蓝眼旗帜上阵,届时希望选民支持这颗血亮的眼睛并看清国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